Hello大家好,歡迎收看這期視頻 我是超小廚 自從上次吃了泡麵過後 很多粉絲留言叫我一定嘗試一下火雞麵 我今天特意買了一袋火雞麵回來 滿足一下你們的心願 順便炒一個包菜回鍋肉 肉已經在鍋頭煮起來 下面開始弄 雞麵 感覺不是很爛 雞麵 鴑蛋 麵 熱好 鹵 鍋肉 大腹 大腹 蛋 暐氣 雞蛋 白水 牛肉 先把酱拌开 闻起很香一股牛肉酱的味道 我们开始试试看 面很劲道也没有想象中的辣味 它就很容易熟 你不吃了 吃了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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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口 吃了一口 就会把酱拌开 吃了一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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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到后面还是有点辣 不过辣的很爽 我可以吃得到 吃得干净 吃得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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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得辣 我今天有最重要的 我不能做了 整理 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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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飯 吃的 很美味 味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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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 盐是鮮的 1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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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很美味 鮮汁 好美味 就是很美味 吃到很美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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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